有很多民眾人員說可以依鄉 這個主共投感的HPV 以風車可能流行才會去租 不過醫生表示說 感染HPV病毒是不分女婦女婦的 台灣自動感染症 以學會就讓她家長 就要賺這孩子九歲到十四歲時 趕緊帶去租 這補負負負責是最好的 主HPV以風車可以依鄉主共投感 現在台灣也有公費HPV以風車 提供給國中英年齡的女婦女 過去很多民眾人為流行 最需要主HPV以風車 但是醫師表示 男性比流行還會感染HPV病毒 而且HPV病毒也可能 可以去其他無分性別的一杯 醫師表示 煮HPV以風車的 不及時間在九歲到十四歲 可以得到最好的保護 雖說目前十步小孩煮HPV以風車 沒有公費的補助 但是醫師表示 為了以風一邊 要是建議加強自費給小孩 醫師表示 目前已經有100.7個國家 跟十五年齡日HPV以風車的公費對象 台灣就在其中 也有33個國家跟男生 齡日公費名單 這是台灣未來要打拼的補分 醫師建議可以成為 台北政府開始 如果有創造的機會 也跟男生的日公費對象 記者 國文中的水 台北報導